2001年10月15日 正值习仲勋88岁生日 一家人难得起居一堂 唯有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 因公务繁忙而缺席 于是他爆愧 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败寿信 自我姑姑落地以来 已随父母相伴48年 对父母的认知 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 久而迷深 我父亲对我们的要求 使我们过得非常简朴 家里吃饭的话 那个盘子里不能剩一粒米 平常穿着衣服 补丁落补丁 过前的节节激进苛刻 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 养成勤俭是家习惯的 我的爷爷也是农民吧 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 对老百姓的事情啊 实时放心不下 唯恐做不好 2021年9月 正在陕西榆林考察的习近平 来到父亲习仲勋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 中共随得地位就职 展厅里 习仲勋曾说过的一句话 格外醒悟 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习近平总书记说 端端的 这是观众化 稳稳正正的 安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 这是习仲勋曾经许下的诺言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是习近平始终奉行不渝的执政理念 在这张拍摄于1978年的照片中 习仲勋卷起裤脚 站在广东惠阳农村的泥土地里 父亲宽阔的背影 映入了深厚的习近平眼中 三十多年后 习近平卷起裤脚 深入基层看实情 两张照片背后 是两代共产党人 亲民务实作风不变的传承 1999年秋 已是86岁高龄的习仲勋 在北京出席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50周年庆典的各项活动 在天安门城楼上 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室 和群众游行 10月1日晚 习仲勋走上天安门城楼 与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交谈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这是习仲勋的殷切叮嘱 也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发自肺腑的心声 民像一头老黄牛 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耳着 这也激励着我 将自己的毕生经历 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 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 和父老乡亲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习仲勋一生为国效力 他的家风是一面镜子 一个标杆 一部教材 他的家风凝聚着蛇小家 为大国的赤子情怀 正如他对子女们所说 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 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 西方马山传维奏 作词 一部教材 您就不开的 我们的教材 有一部教材 为大国人的教材 有什么有用 创造性